热界面材料TIM可用于确保LED光源的基板与散热器之间有良好的热连接。 使用热界面材料会改善基板窍区和散热器不平整。 LED光源常见的热界面材料有三种。 导热垫片、相变化材料和导热膏。 热界面材料常被制造成各种厚度规格。 选择太薄的热界面材料会导致两个表面之间的接触不充分。 与此相反,太厚的热界面材料可能在安装中造成基板窍区。 普瑞建议使用推荐与基板厚度相匹配的热界面材料。 有关具体普瑞光源的资讯,请参阅普瑞网站上的热应用指导书。 可以对导热片进行简单的加工。 许多制造商已经有可以匹配普瑞LED阵列基板的各种尺寸的导热垫片。 导热片通常都带有一侧或两侧的保护膜以防止损坏。 再移除从贴片侧的保护膜,并再贴上光源同时施加压力以除去气泡。 大多数导热片都是具有粘性的,所以会粘到基板上。 接着,撕开另一面保护膜并贴在散热器上。 微压电片,但是不能触碰在发光面上。 像变化导热片与导热膏有相似的热组,而使用起来像导热片。 它们结合了导热片的操作性和导热膏的热导率。 跟导热片相同,像变化导热片可以磨切。 同样的,必须选择合适的厚度供LED光源的使用。 导热膏通常是石墨或高分子材料。 它们通常装在瓶罐、针筒或料管中,常提供给手动作业或点胶系统。 使用针筒作业可以让导热膏以阵列的中心或在横跨机片的背面以定量涂上图案。 均匀覆盖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可以在安装过程中被控制的。 无论针筒、一亮棒或其他工具, 使用一图案模板和刮板可以显著改善在制造过程中的均匀性和一致性。 将导热膏放入模具。 使用刮板使导热膏穿过模板以填补空间。 卸下范本并安装光源于散热片上。 安装光源在散热器后,建议稍微左右的挪动光源以确保导热硅脂摊开。 也需要使用合适的扭矩。 螺丝应以交替的方式拧紧,以免造成其中一侧完全下降。 索螺丝的过程应该以四分之一或半圈的方式交替螺丁之间来进行。 跟导热片和相变化材料一样,导热膏的厚度跟焦量必须适量。 过多会导致多余的残焦渗出侧孔和边缘。 量太少会导致过大的空隙。 在导热的过程中,它可以造成光源上的热点。 这些热点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效。 控制LED光源的温度是灯具和灯泡的关键。 热界面材料是热管理系统中重要的一环。